横断山很有意思 一个大的南北巷的大山脉当中 有七个反方向的柱巷山脉 形成了几条深切的江流 是的 非常壮观的峡谷跟高山景色 都可以在这地方看到 七座大山六条大江 对对 它这个整个横断山脉的形成 它的形成由于它挤压的板块非常的厉害 它是从印度板块穿到了青岛高原板块底下 把青岛高原顶起来 两个板块又同时往四面扩张的时候 在这边遇到了非常坚硬的地下地壳沿城的硬板块 就是四川盆地板块 然后这个就挤不起来了 挤不起来它就能往高处走 往高处走的时候就形成了 本来应该是高原 但是由于挤压太厉害 形成了大量的南北向的山谷地带 这也是世界上特别难得的 除了安地斯山脉以外的 这个南北向的这个高原地带 地质上讲就是青岛高原崛起 现在六千万年前 对对对六千多万年 但是这些地方的崛起比这个还要晚 因为它是慢慢挤过来的 到西藏的板块下面 对 往北走不动了 再往东 现在你愿意走横断山 你会看到一个很奇特的景象 就是在它的西段 这个山都风化得很厉害 很苍老了 但是到这个东南沿 它还特别年轻 最典型的一个地方就是 过几天我们要去的 阿爸的年宝叶子 那个非常年轻的山的那个地貌 就显得非常充分 但是如果圆着这条山面 你往西走 走到青海玉树 长江园黄花园这一带 这个山就很老 越往西走越老 越往东走越年轻 越年轻 对 因为它是慢慢挤压过来的 对对 总而言之就是 由于恒大山外的这个形成的奇特性 所以形成了一系列的壮美的景色 高山没水 一座一座高山 刚才说的从明山的祖峰雪堡顶 这里面在这个明山里面 形成了九寨沟黄龙这样的奇特的景色 在我们照往前走的时候到四姑娘山 四姑娘山就是这个琼兰山的这个祖峰 大家我们也会去 再到这个我们宫嘎山康顶的一边 再到道成雅丁 是属于沙鲁里山的这个整个的景色 沙鲁里山的是 它形成了好多壮美的景色 从最北边的雀尔山 到中间的涅戈神山 是吧 格涅 格涅神山 再到南边的这个道成雅丁 因为沙鲁里山的山呢 是比较宽阔 比较这个体量比较大 所以它的雪山比这个 前面的这些雪山的山 要更加多一点 再紧接着再往那边走 就是我们 要到那梅里雪山 梅里雪山实际上已经到了 这个念清塔弘山 对对 或者说是 他念塔弘山 是吧 再往前走 到了鹿江那边 就到了我们的这个就是 青岗高原的那个 东西走向的山脉 和南北走向的山脉的交界处 那就是南加巴尔峰了差不多 南加巴尔峰了差不多 南加巴尔峰 那个叫波苏拉里 波苏拉 对 波苏拉里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